黄昏的向日葵 作者安芳侄子 翻译彭义 向日葵是黄昏时做梦 这么急到哪里去? 一天在梦中 向日葵叫了起来 眼前跑过一位少年 喂 到哪里去呀? 然而 少年连头都不回 从贴着河边的路上跑了过去 向日葵目不转睛地看着少年的背影渐渐想了下去 渡过远远的一座桥 消失在花灯初上的城市的方向 少年好像是听不见花的声音 好像是听不懂花的话 可尽管如此 向日葵还是已经连续好几天做同样的一个梦了 用同样的话呼唤过少年了 而那时候 他就会想 要是变成一个人就好了 一天黄昏 向日葵在梦中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女孩 穿着鲜艳的黄衣服 戴着宽颜的帽子 虽然一点也没有化妆 但皮肤却闪闪发光 嘴唇红红的 眼睛是淡蓝色的 捂着咚咚地跳个不停的胸膛 像是葵女孩一动不动地站在河边上 还微微发红的西边的天际飞过一群小鸟 河水满载着黄昏的颜色慢慢地流淌着 远远的桥上 车子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过去 接着 从那边的大楼群开始 灯一展接一展地亮了起来 向日葵女孩想 我要是能去那里就好了 要是和她一起跑过堤坝的路 跑过桥 一起跑到那座城市就好了 可是 花即使是在梦里头 也绝对不能自由地动来动去 女孩就那么注力在堤坝的同一个方向 侧耳聆听着 恰好到了六点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一个奔跑的声音 来了来了 女孩害怕了 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止住呼吸 但少年从眼前经过的一瞬间 终于发出了嘶哑的声音 这么急到哪里去 少年一下子停住了 女孩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 雪白的衬衫在眼前闪亮 少年那苍白的脸 直直地对着自己的方向 哪里 少年惊讶地结巴起来 你听到了 女孩跳了起来 你听到我的声音了 像是鬼女孩快乐地笑了起来 女孩的心中 立即就唤起了一种正上午的快乐 那种沐浴在夏天灿烂的阳光下 不停地笑着的黄花的快乐 在女孩的全身弥漫开来 喂 告诉我呀 总是这么急匆匆地到哪里去呀 于是少年低声飞快地打到 去见一个人 人 谁 一个跳舞的少女 是你喜欢的人吗 是 在那个城市的剧场里 每天晚上穿着黄色的衣服跳舞的少女 黄色的衣服 像我这样 是 我是她的舞迷呀 可是 我没有钱 进不了剧场 只能等在剧场的后门 看着她进后台 只能那么看一眼 丢下这句话 少年跑了起来 向日葵女孩还愣在那里发呆 少年的身影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点了 怎么心惊肉跳的呢 向日葵女孩想 这少年有点不大对劲 是的 简直就像是在说梦话一样 那嘴还有那双一边冲自己说话 一边望着远方的眼睛 觉得她像一个死人 要不就是干什么可怕的事情似的 向日葵女孩这样想着 泛着淡紫色的河水 映出了城市的灯火 一起一扶 我要是能变成一个跳舞的少女就好了 向日葵想 自己那穿着黄色的裙子 翩翩起舞的身影 浮现在了女孩的眼前 可是 从捂着的脚底下 窜起了比太阳还要红的熊熊火焰 烧着了裙子 不管怎么扑 一窜而起的火焰 还是把女孩的幻想 变成了可怕的东西 哒哒哒哒 那之后过去了多长时间 才又听到了在堤坝上奔跑的声音呢 啊 她回来了 女孩呆呆地想 随着越来越响的脚步声 她清楚地看见了少年那白色的衬衫 接着就传来了少年粗粗地喘息声 可是 怎么了呢 为什么她回来也要跑呢 乔纳一带响起了警报声 正想着 少年砰地撞向了向日葵女孩的身上 救救我 救救我 少年低声这样尖叫道 怎么了 到底就这样 女孩是问了呢 还是什么也没说 就呆呆地站立着 他们在追我 少年这样叫道 那双眼睛恐惧地大睁着 女孩马上用沉着的声音说道 躲起来 那里驳着一艘小船 躲到那里面去 女孩知道 就在堤坝下头 有一艘被人抛弃的小船 俯在那里 是一艘斑驳破旧的小船 偶尔会有海鸥歇歇脚 快要腐烂了的小船 瞅着点点头 往堤坝下跑去的少年的背影 女孩说 把衬衫脱了 然后紧紧地趴在小船里 这时 向日葵女孩仿佛觉得 自己成了少年的母亲或是姐姐 就是舍命也要保住她 这么想着 她像祈祷似的低下头时 女孩看到了自己脚下的一把匕首 她似乎染着血 不是自己身经过敏吧 女孩弯下身 一把把匕首剪了起来 藏到了裙子的兜里 那之后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 才又想起了吵吵嚷嚷的人声 一大群人晃动着手电筒冲了过来 有个穿白衬衫的男的过去了吗 一个人问 刚才剧场的一个跳舞的少女被刺了 在后台的入口处 是一个疯狂的舞迷干的 那边 女孩突然朝河的上方一指 往那边跑了 顺着这条堤坝的路跑了 一直往前跑了 这样沉着 一字一句地说完 女孩的心中慢慢地涌起了一种 说不出来的喜悦 目送着那一大群人 朝着自己手指的方向跑去之后 女孩冲着小船天真烂漫地说 喂 没事了呀 已经没事了呀 就好像在玩捉迷藏的孩子 然而 这个时候 少年已经不在小船里了 空空荡荡的小船 在草丛中轻轻地摇晃着 向日葵女孩就那么久久地 立在朦胧的波光中 这件事 是发生在黄昏的梦里头呢 还是真事呢 向日葵不知道 结果 直到度过了那个夏天 他也不知道 到了夏天结束的时候 他粘了 枯萎了